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相信對我這一代人來說 就算不是樂迷影迷 Netflix的最新紀錄片 The Greatest Night in Pop 即是說流行樂壇最偉大的一夜 都應該是必看的 如果你這麼巧還是樂迷的話 一定會有時光倒流的一種朝聖的衝動 因為這齣紀錄片是關於美國歷史上 曾經一大批當打樂壇巨星同場錄音的經典歌曲 We are the world 中文是亦造四河一家 還有那個久違的美好年代 這首歌的經典程度 相信大家都不可能是沒有聽過 雖然是1985年 他面世的時候我只有幾歲 但都很記得這首歌是當時的香港 同樣是皆知項民 基本上當年幾乎可以說得出的 美國一線歌手明星藝人都有參與其中 但他們之間的法學作用和這首歌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等的細節 可能真的要在這一類的錄影這一類的紀錄片才可以感受到重構到 為了去導讀這一齣紀錄片和這首歌 以下的重點是很值得 我們今時今日在二十一世紀再三回味和思考的 首先 We are the world 這首歌的官方目的 是為埃塞俄比亞的飢荒籌款 但其實整個策劃的音樂團隊 大概是沒有多少人知道 為何非洲會有飢荒 為何埃塞俄比亞會有飢荒 為何當年的埃塞俄比亞會有飢荒 為何當年的埃塞俄比亞會有飢荒 而這首歌的台詞幕後 也未必有很多人知道 但未必有太多人留意 當時發生飢荒的埃塞俄比亞 是一個共產政權所管治的 而這首歌的台詞幕後 其實我們要講一點歷史 埃塞俄比亞是一個文明古國 有幾千年的歷史 有很多很重要的歷史遺跡 UNASCO的遺產 本來在近代的埃塞俄比亞政權 是親美政權 他們的皇帝塞拉西一世 是其次鮮明地支持美國 在冷戰時代支持美國的陣營 而埃塞俄比亞也是非洲 極少數國家沒有被殖民管治過 除了在二戰期間 被意大利佔領過幾年之外 所以這位埃塞俄比亞皇帝塞 在世一世本來是有幾高的民望 亦都帶領著國民去復國 但去到他統治的晚年 因為在位太久了 當然亦都會被評為貪污腐化等等 國內都有種種挑戰 包括來自共產主義者的挑戰 最後他就被政變推翻 自己就死了 當時他已經是高齡了 如果大家有聽過 阿米加、博馬尼那種音樂 他們所信奉的教派 就是把埃塞俄比亞皇帝塞 在世一世視之為舊世主 當然總是有少許Causs的演繹 但無論如何 曾幾何時 他也是一個人物 自從埃塞俄比亞的皇帝被推翻 就變成了共產主義上台 令人叫做門格司徒 被視為二十世紀 其中一個最大的獨裁者 沒多久他管治之後 埃塞俄比亞就出現大激化了 所以當時美國政府、公民社會、民間團體等等 很努力協助埃塞俄比亞救災 當然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善意 但同時也是一場冷戰意識形態的教徑 為何埃塞俄比亞之前 沒有那麼多宣傳關於他的饑荒 而在八十年代 基本上是成為了饑荒的代名詞 當然是有好深層的原因 而通過援助埃塞俄比亞達成的傳訊效果 確實也是一種軟實力的競爭 當時當然一眾的美國樂壇巨星 是沒有太深究政治國際關係的層面 比較單純地出於做好事 好人好事的心態 共同參與 對於這種比較簡單的善舉 我們當然是絕對不應該用犬優態度 Cynical地對待 反而是絕對應該肯定的 因為這群巨星他們願意走出來 起碼反映了人性有善的本質 換了在現在的世代 互聯網的世代 做任何事情一定會產生極多陰謀論 一定會出現很多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 一定會有網絡聲音批評人們離地 結果只會令類似的創舉不能成事 於是就出現了一連串更值得思考的哲學或道德問題 對非洲貧窮問題的root cause 根本原因 最熟悉的人 可能不敢用這麼簡單 集合一群一線藝人唱首歌 呼籲世界捐款 這種這麼直白的方式表達出來 因為這樣做可能會違背慈善圈、籌款圈 或者有關國際關係圈子的種種禁忌或潛規則 這樣說是否會貶低非洲人 這樣是不是會政治不正確呢 這樣會不會製造偏見成見呢 諸如此類的禁忌 越是熟悉有關問題的人 其實是越是忌諱的 唯有是簡單的好人好事的口號 無論對這些美國當時一線的演藝人來說 還是一般人來說 可能才會令議題更入屋 只不過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 資訊越來越多 垃圾資訊存在 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越來越低 社會越來越犬如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大家也真是離足心思 而這首歌的組成的班子 台前幕後 組成的人緣有偶然也有必然 原來是首先原始一位 美國黑人的樂壇元老 亨利比拉方提 他的名副是一首叫做 Day O 或者叫做 阿邁加旋歌 他是黑人雲泉領袖 馬丁路德金的好朋友 在60年代也很積極發聲 所以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他歌手的身份 把他放在黑人民權領袖的類別 所以原始於他所發起的這首歌 就鎖定了歷史的傳承 其實是可以由60年代 美國的民權運動 一脈雙城帶到80年代 當時的民權運動去爭取黑人平權 黑人和白人享有同樣的權益 去到80年代為非洲國家震災 其實亦可以見到背後的脈絡 亨利比拉方提最初拉攏的音樂人 都是美國最激烈的音樂人 當時亦會這樣說 為何只有白人籌款支持黑人 而不可以有美國黑人籌款支持黑人 當然用回今天的標準 過分強調你是否白人 是否黑人 本身又已經是政治不正確 一定要用回正式的名詞 非裔美國人 而非裔美國人又不一定是黑人 但當時那個世界沒有那麼多禁忌 所以他們當時就直接這樣說 我們是想鼓勵美國的黑人 都應該支持黑人 於是他最初拉攏的音樂人 就是一些非裔美國人 用回今天的名詞 的精英 例如Michael Jackson Steve Wander Diana Ross 等等 其實與此同時 當時亦是美國共和黨總統 列根管治之下最輝煌的時代 而他的口號正正要戰勝 蘇聯這個共產主義的邪惡帝國 於是剛才我們說的民權運動也好 平權思想也好 這些本來是左傾的政治意識形態 就很巧妙地被右翼的列根政府 成功吸納在自己的施政範圍內 這個策略在國際關係學界的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是有很多學者詳細研究過的 和平運動、反戰運動 其實這些本來都是左翼的思想 他們本來所針對的對象 亦都包括了美國的建制、美國的政府 因為是美國的建制派去打越戰 所以反戰自然就是針對著美國政府 在六七十年代 這些運動也好 Hippies也好 其實就是一種帶有反政府色彩的 但是去到八十年代 因為列根組巧妙地把整個道統傳承 擺在冷戰二元對立的框架之下 當時列根組成功地宣傳 美國政府就是保衛人權、保衛自由 而任何這些民權運動 美國政府都會支持也會自我監督 於是就把這種民間聲音、民間的momentum 吸納了在美國的右翼光譜之下 再轉而成為美國國家利益、國家意識形態 國家根本道德、操守價值的一環 用這種牌頭去抗衡蘇聯的意識形態 最後是空前成功 令到蘇聯的最後末代總統 也是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去搞他的改革開放 其實也認同了這種 列根傳播過去的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 所以這場沒有燒煙的戰爭 可能才是整場冷戰成敗的關鍵 當然這群歌手當時也沒有懷疑這種 建構主義學派constructivism的演繹 因為這個學派也是事後孔明在90年代才開始興起重構歷史 無論如何 We are the world 因為種種原因 就開始成為了美國彰顯軟實力的一首民間國歌 亦是傳播度非常高 去到世界任何國家都會聽到 亦會顯示到美國對世界的關注和責任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 眼見記者的流失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跡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時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我肯請大家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亦都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 有了剛才我們說的那堆大堆頭牽喉之外 就是Michael Jackson等人 另一些同樣非常著名的白人電堂級歌手 又一起加入 譬如說經典組合Simon & Garfunkel的Paul Simon 又或者是當時得令有傻大者之稱的Synthian Opera等等 這些本來是相對政治色彩淡薄的名字 但他們都很希望表白自己同樣都是關心社會 關心世界不再視政治為禁忌 於是整個名單拆解之後 就接近一個全方位的大團結大和解 那是不是此曾相識呢 令人難忘的除了是剛才我們說過的組成班子之外 為了將民權運動的世代和當時的80年代產生歷史的構煉 We are the world 這首歌根據紀錄片 原來他是特地安排了一些很有政治符號價值的歌手去參加 而這兩位歌手也是最後的壓軸出場 亦都是要清場他們自己錄 即是有很特殊的待遇 其中一位就是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 雖然不是和平獎 而居然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民權運動傳奇歌手Bob Dylan 另一位亦都是黑人民權運動期間走紅的一位失明的黑人樂手 Ray Charles 有了Bob Dylan和Ray Charles這兩個名字的出現 We are the world 這首歌的歷史感就立即陪增 不過當時可能留意到女安排的人不太多 很有趣亦很有喜感的一幕就是 Bob Dylan一向卓立獨行很有個人風格 但這隻這麼大型的社交合唱居然出現了射孔 到最後要大家完全消失才可以自然唱出他那幾句 亦可以顯示到不同的巨星不同的人性都是有很真實的一面 而紀錄片最畫龍點睛的旁述就是這幾十位巨星 不然之間都要自己一個人離開他們的助手 又沒有其他儀器輔助 這樣就要現場錄音了 而且要一剔過盡量 就好像回到幼稚園那些icebreaking場合 互相認識你幾歲的名字 有些類似N年前的陳酷一丁的真人秀比賽 因為誰唱得差誰走音 其實就完全無所遁形 壓力都可以說很大 再加上要當日即時完成 你不可能再有第二個時間聚集到幾十位一線天價的哥哥姐 所以其實整件事情是一件很難得 亦不可能有彩排的活動 亦不可以反覆練習 於是我們又見到很多人的元素 如何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挑戰 每一位巨星的行為 身體語言都是不同的 正好反映了人性的每一面 例如有些要喝酒去減壓 然後越唱越亂 有些不斷顯示自己是很有主見 不斷臨場建議那天歌詞那天編曲等等 有些很刻意援繞他的音域 很花巧地去演出 有些很mild 很忠於自己做自己的本位 有些就甘於飾演一個下把去陪笑 襯托其他的巨星 也有些不捨得 這個突然之間充滿人情味的聚會 這麼快就要結束 還不捨得要哭出來 這些就是人性的白態 裏面我最深的就是提到 Steve Wonder這一位 亦是失明的非洲美國歌手 當時他最紅的時候 他首首名曲 叫做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當時是全世界其中一首最流行的歌 於是他在整個We are the World的製作 都有幾多話語權 曾經根據這個紀錄片 有一幕他建議 我們是應該用Swahili去唱幾個歌詞 例如現在有印象 英國的威廉王子曾經他去過Gap Year 都是要學Swahili的 但有很多其他歌手就說 我們真的不認識的 那是不是有些裝飾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受不了 為什麼要唱Swahili一句 然後走完 結果他就回來了 到了最後 其實就是另外有一位歌手就說 好像Oshua比亞人他們本身的Native Language 根本就不是Swahili 其他非洲語言 一句就KO了這位Stevie Wonder 即這些插曲 是很反映到很多 不需要很精明的前台詞 但你會大概感受到 究竟當時的chemistry 化學作用是怎樣的 至於這個參與演出的名單 包括了誰 不包括誰 也都難免有各式各樣的計算 例如有Michael Jackson負責作曲 以及承擔了不少和音 有他 就不會有當時最大的對手 就是Prince Prince這位樂手 在80年代初幾乎與Michael Jackson平起平坐 亦是當時得令的非裔美國巨星 本來他亦有獲邀請合唱 他亦沒有直接拒絕 只不過堅持自己在另一間錄音室自己獨舞彈結他 然後就被人禁止了 而這首歌的製作團隊 為了讓Prince去願意參加演唱 特地邀請了他當時的女朋友 亦是一位樂手 叫做Genery 去演出 但其實他很明顯成為了一個被人利用的棋子 他真正的價值就是要引有Prince現場來到 最後當然沒有來 他本人當然就很不開心 裏面幾樓片都有提到 也有提到為何選擇 剛才我們提過的Cindy Lappert 但就不選擇 Madonna 當時亦適合走紅 原來裏面也有討論過很久 甚至有激烈的爭吵 全部你都會看到合作當中也有人性角力 除了國際關係有種種軟的角力之外 人性也有種種的角力 我們看到這一幕的紀錄片 除了回憶那個年代之外 也難免會想到在其他地方 都會有類似的作品曾經出現過 We are the world 並不是第一首 英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Band 8的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這首歌 亦都出現了之後 大家可能看年前紀錄片 關於Freddie Mercury Queen 的主音歌手 在Live Aid那裡的精彩演出 亦都是來自同樣的設置 所以並不是第一次 只不過今次是特別轟動 去到華人世界大家都會有印象 都會有明天會更好 地球大俠唱這些歌曲 但之後就無以為計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自從踏入互聯網的年代 再加上現在一切都有很多形式主義 一切已經公式化了 無論是誰動員或是甚麼原因 政治也好 社會也好 籌款也好 背後的公式也是太明顯 agenda也是太著織 就沒有當時一些純音樂人 由下而上的隨意和驚喜 無論是藝術的成份 還是社會的重要性 都是可一不可在 不可同日而語 正所謂骨月華而為止 究竟為何同樣的配套 同樣的劇本 之後再出現都沒有同樣的效果 我們可以直接比較一首1985年的經典歌曲 去到2010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出現了第二次的版本 即所謂的World World 2.0 這個2.0版本是為了當時的海地地震震災 在華人的世界 我們未必會有很多朋友記得海地地震這件事 當時的地震是海地歷史上最大的地震 亦有極多的傷亡 而海地和美國關係是密切的 它是西半球其中一個最貧的國家 但它剛剛立國的時候 甚至曾經想過向美國本土擴張領土 而美國的很多權貴的資金階層 在海地都是有投資的 某程度上海地的政權 亦都是美國的群帶資本主義的延伸 總之海地和美國的關係是密切的 在2010年的時候 We are the world 的一些同樣的班底 再加上當然有25年之後新興的音樂人 就錄了一個全新的版本 都是叫做We are the world 都是用同樣的旋律 同樣的歌詞 當然是全新編曲 當然加上一些25年新的音樂元素 例如臨尾有一大段 有很多非約美國的歌手 去唱歌詞他們自己所讚寫的歌詞等等 這個版本一出之後 無論是惡評界還是社會輿論 口碑也是挺差的 因為當然你豬肉在前 你怎樣比較 都是會不及前人的 亦都有很多 那樣的細節可以被挑剔 但是歸根究底 可一不可再的原因 確實正如剛才這樣說 在互聯網時代 一切都缺乏驚喜 無論怎樣做都好 都走不出以前那種公式 走不出以前那種驚喜 那既然沒有了驚喜 即是沒有了所謂的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即是沒有了一種人性 我們猜不到的一面 一切就變得 約定續成了 為何我們這麼懷念 那個前互聯網的時代 多多少少 都是因為人 在那個時代 依然可以簡簡單單 彰顯自己的重要性 人亦都相信 可以改變到 結構 當時的時代 大家還有不少的理想主義 而起碼我們的一代人 就是這樣長大 聽原版1.0 We are the world 的每個人 每一位巨星的演繹 基本上可以感受到 每一個獨立的靈魂 如果今時今日 我們看任何的大堆頭製作 還會不會這麼容易 看到一個一個獨立自主的靈魂